大家好,我是颜太郎 过去一周的港股A股真是神预判 颜太郎刚才复盘的时候就发现 变盘日和点位全部预判出来了 就感觉很神奇 而且如果有关注 就是说颜太郎过去一段时间的视频的话 至少半年以上的关注的人 就会发现颜太郎所有的点位 都是之前就写好了的 而且这个市场就是按照颜太郎写的剧本在走 就有点就是细思极恐 有那么多巧合吗 不知道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还是控制好风险去交易 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 今天就是对恒生指数做一个复盘 然后讲讲A股行情和恒生指数的行情 下周的预演 首先我们看一下复盘一下变盘日 变盘日颜太郎给了三个是26 28 29 就是245 我们看一看 周 周二大家看到没有 见到新低了 股指期货也是的 股指期货破了一万九 但是现货的话就是刚好在1900支撑住了 大家看到这个1900其实也是颜太郎就是短中长期的一个短期中长期的一个共振的支撑点 再加上这个变盘日 所以这时间空间共振 所以这个地方就起来 大家看到这一下子就是上到了1971附近 就是到了这个重要的压力位啊 也是这个短中期支撑区域的上边缘 我们看一下这个 所以这个行情基本上就是按照颜太郎的剧本在走的 而且我们大方位大方位去回顾一下啊 在大家一月份最悲观的时候 颜太郎就写出了这个这个视频啊 写出了这个PPT中长期的这个趋势一直没有变 大家可以去翻过去回头视频去看一看 这个第一目标第二目标第三目标啊 第三目标还没到 起码第一目标第二目标下来之后就就有一次大的回调 所以到达了第二目标之后 颜太郎就是小心就长期的震荡下行的折磨人的行情 那就是过来的 那么就是但是相对而言就是A股啊 A股要比港股强一些 大家看一下相对而言啊 A股最近 A股是在这啊 相对而言要强一点 所以颜太郎就思考了一下上周讲了一个视频 为什么就是会强一点 就是讲了一个用月K线去讲这个分析这个 月K线分析这个恒生指数 以及不是月K线说错了 年K线 年K线去看这个恒指和上证指数啊 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得出来一个发现的东西 就是这个恒生指数破了这个就是年年的趋势线啊 在这里其实没有就是说颜太郎对这个涨和跌 没有个人比较主观的看法啊 就是没有特别 只是觉得这个地方跌到这个地方就是支撑啊 就应该做多涨到某个地方可能就有压力 可能要回调可以做空或者说是怎么操作 就没有丝毫的就是这个个人的倾向 只是颜太郎看这个市场就是支撑和压力 所以在在该买的时候就应该买 该卖的时候就应该卖 但是很多人就反了啊 在该卖的时候买了 在该买的时候卖了 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用这个支撑压力的方式 不管是颜太郎给的这些短期还是中期长期 这种方式去做的话可能会好很多啊 当然这个均线也可以看看 大家看到均线基本上很多都说都不准的啊 所以支撑压力还是更加准准确 而且没有时间的滞后 为什么呢 因为颜太郎这预判的点位是超越现在的价格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是对于未来价格的一个预判 而这个所有的所谓的均线 MACD以及所有的技术指标 都是基于过去的时间去计算的 所以他这个肯定没有颜太郎准的啊 也不是说没有颜太郎的点位准 而是说可能有他的重大的缺陷 所以颜太郎基本上不除了均线 你看成交量啊 MACD啊 KDG啊 全部不用 就是这一幕一套简单的系统的话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大家如果按照颜太郎说的这些支撑的压力 去买卖的话 控制好风险 大概率还是能赚的啊 嗯 不管你是做短期中期还是长期 好 我们我们就是看下周吧 下周大家关注一下变盘日啊 12月136 136那么交易日就是125这三天 其实周四可能也需要关注一下啊 但是颜太郎觉得太多了 所以没有写自己选的就125这三天 嗯 周四这一天可能也需要注意一点啊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颜太郎的预判神转啊 这些线都是很早之前画的啊 呃 而且现在目前看呢 是190止跌了 但目前就是大家看一下 这个并没有脱离这个 这个短中期支撑区 支撑区上有个上边缘197的压力 并没有突破啊 所以这个趋势 大家看到 而且这个呃 形成的一个死差啊 大家看一下 短期的20日均线和60日均线 快要形成死差 所以这个相当于 一个车已经就是说 有点失控了 那感觉啊 就是你想要杀住 还是需要点时间的 就是你车 偏你的轨道 你要刹车 需要一定时间 因为上面有 有往下的这个 短期卡 有往下的一个动能在 你要刹车 刹车之后 可能形成一个 死差之后 然后再上船 形成金差 大家看这样的啊 这已经有动能了啊 往下的动能在 往上走 当然也有呃 颜天堂上舟 还是上上舟 就是给大家看过历史 也有就是说 刚好触碰这个 60日均线 从这就往上走 我们画一个啊 这个20日均线 从这就上去了啊 也可能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这样下来 再 走平 再形成金差 这我们随手画的 随手画的这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 呃 就是如果是参考 上一波的 这个调整的时间的话啊 这是114天 这个地方是77天 那么中间的位置啊 大概大概这个位置啊 那么这个时间够不够啊 就算100天来看啊 目前还不够啊 大家看到 这地方是50天 这地方70天 这是刚好 见地的位置 70天的位置 那就是12月底啊 大家看一下 再上去的话 114天就启动 就是1月底 也就是说目前的话 这个位置 虽然就是说 目前看190撑住了啊 目前看190撑住了 但是这个190撑住了 但是197还是重要的压力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 而且这个有一个均线的死差 这死差虽然 金差 金差买 死差卖 这个交易方式不是很可靠啊 严调郎觉得 但有的特定的情况下 也是可靠的 呃 就是说 所以未来这个可能 这个短期的均线的死差 可能有可能形成啊 形成之后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能就是股股价 就可能还会继续 有可能跌破这个190 就像这样的啊 本南严调郎的支撑是169 很重要的支撑 但就打破了呃 四五百点就下了 就往上走 所以这个类似的来看的话 有可能就是说 这往上走 大家看 这之前跟大家说过 这200日均线会慢慢往上走的 可能就刚好触碰到200日均线 就 就那个了 就往上启 启动涨啊 所以大家 目前是190撑出来 但不要 不要太乐观啊 呃 这 这个 同时这个支撑 呃 也很关键啊 意义很重大 希望它就像之前一样 破了之后 马上能起来 如果起不来 就就很危险啊 就这么短期危险 那么 但总体来说 这个目前这个 呃 恒生指数的啊 大家看到 就是从 在大概是 2023年3月份 跌破200日均线之后呢 后面一直在这 附近震荡 最后一直没起来 一直到 呃 一年之后啊 才重新站起来 所以经过了一年时间的这个洗盘 所以还是比较充分的 而且 200日均线之上 那么中长期 还是一种上升的趋势 呃 这个 我们如果做交易 按照做顺大逆小的方式 从均线理论来看啊 大的趋势是往上的 短的趋势往下的 这个死差 其实是不能买的啊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 这个死差的地方应该去 不能去卖啊 不能去卖空 应该去买多啊 就死差的时候去买多 因为这个短期是下跌的 但是长期是上升的 所以是可以去买多的 那么这个均线的这个理论啊 也可以刚好和这个 颜太郎这个 是配合的 就是短中期的这个区域 如果你要做短中期的交易 应该在这个区域去买 而不是在 这个过去 这个过去买多 是不对的啊 但是你做短线的话 这个地方都每个都有反弹 你按照这个颜太郎 这个短期的这个 支撑压力去买卖 是没有错的 那么中长期就刚好 现在到了中长期的这个 支撑区域 所以要买的话 肯定就在这买了 控制好风险的前提下去买 要不然不可能 等到涨上去再买啊 这是颜太郎 个人的主观的一个预判 那么目前看的话 其实现在这个位置 还是偏左侧要买的话啊 要这样 大家看 如果是起来了之后 右侧的买点 可能打个比方啊 就类似于 类似于 上升之后再回调 这个地方 或者这个地方啊 就是右侧的买点 我们换成成色吧 这个是181 181的话 我们算一下啊 这个地方169下来多少 最低是164500点 那么 190下来500点 就是186 就185 185 56 就这个附近啊 就这么画 这么一个下啊 时间上是 刚好在 按照70天 77天的算 我们看这个时间 同样的啊 同样的啊 77天的算 应该在 12月 12月3号 12月3号 好像也是24节期啊 大家记不记得 忘记什么节期了 刚才那个 编排日里面 没有考虑24节期 12月3号 是不是冬至啊 忘记了啊 大家查一查 我们看一下 2024年 24节期 哦 这日文的 查到的 我们看一下 24号 哎 怎么没有啊 哦 哦 12月21号啊 12月21号 冬至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啊 冬至 也就是说 我们把它定在 12月21号吧 这个是 周五啊 周五附近 这个是我写一个 12月21日 冬至 冬至 冬天 重要变盘日啊 就这个位置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是 这是 炎天狼想象的啊 想象的 所以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目前这个190撑住了 不要 不要太乐观啊 后面 是这个样子啊 好 这个是 短期的 短期的压力是197 2005 20400 然后支撑是190 19 865 这个是18 183啊 写错了 不好意思 这是183 183 18300 这写错了啊 那么就是比较重要的支撑 就是183和186 就先写到186吧 这个附近啊 这个地方就是 有可能在变盘日 这个方有 有重大的变化啊 这个那么短中期的支撑压力 我就不说了啊 就是中期的啊 这个目前是在这个支撑区域啊 要么也是可以考虑在这个地方 减仓的区域 然后压力区域还是上面的这个前高 呃 这个中长期的目标已经实现两个 最后第三个啊 我们看一看吧 看能不能达到 呃 短中期的短中长期的节奏去操作是比较好的 所以严太郎其实不太喜欢说这个牛市熊市的概念啊 运熊市也可以做多 牛市也可以也可以去做空的啊 反而牛市有时候你暴涨的时候做空是很安全的一种方式啊 好 这个是呃 这个恒生指数的一个预言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呃 A股吧 A股A股啊 A股的话 啊 这个是A股 大家看得很神奇啊 也是神准 嗯 严太郎给了大家一些点位啊 记不记得 这个这是上上周给的啊 这个短期的支撑是在呃 是在325对吧 325最低是多少 呃 3227 3223 基本上虽然我很近啊 相差很小 而且画了个圈 注意啊 严太郎画这个圈不是今天画的 也不是上周画的 应该是上上上周 反正两周以前呢 在大概市场在这个时候 严太郎就画了这个线 说这个没跌拓啊 那么刚好 而且画了给了一些支撑 大家看到啊 目前这个 就是倒到这个圈的时候就往上走了 也是特别神奇的 基本上 大家感觉严太郎是随手画的 其实也不是啊 还是有想有想过一些的 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 画出来的 而且这些点位 大家看一下啊 呃 短期的点位 目前支撑是325支撑的 下面还有一个316啊 呃 不排除它可能跌到316也可能啊 呃 然后呢 还有一个支撑是310 这很简单呢 325 316 310 这三个重要的支撑 那么压力位呢 大家看一下 上面就是 呃 325上面有334啊 其实有个334 34到没有 哦 已经到了 334 还有那个343 这这340啊 就是就是这两个线啊 就是一个短期 也是短中期的一个压力位啊 特别340可能这个压力比较大啊 相对而言 然后在上面就是3343 然后352啊 这352他就知道的 再上面就是361 再370 我们把这个比较重要的压力支撑 我们画一下啊 换成红色的啊 这个是红色的 然后 这个是压力位啊 当时没有变颜色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价格好像在这个附近啊 所以没有变 现在告诉大家 这个340是一个重要的压力区 也就是说到达这个地方 短线啊 可能会回调 那么中长线目前开始 呃 我们看就是可能大家很多人就是 可能还是看涨这个市场的 但是这个市场有没有到位呢 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也很想随手画的 之前画的个线 这是回调60天啊 39根K线 就刚好在这个地方有反弹啊 但是回不回调到位呢 也不好说 我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吧 这个时间上的话 嗯 起码跟这个时候相比啊 跟这个这个相比 已经现在已经 有更多的时间了 相当于调整的更充分的 有理由说这个地方已经见底了 但是要小心最后 一下子啊 我们看一下 如果仔细的看这里面 也有一个五浪的下跌 一二三四五啊 这五浪下跌完成了 所以有一个 ABC ABC啊 大家如果把它放到四小时 或者一小时 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这个这个下啊 现在大家关心的是这个 到底这个 C浪下跌完成没有啊 其实目前看这个样子 呃 沿天堂个人认为 这个时间空间 差不多到位了啊 差不多到位了 这个 大家看这个样子 这是沿天堂很早以前 随手画的啊 就到了这个圈的位置 所以有个反弹 但是怎么说呢 我们对于这个市场 首先是看反弹 反弹 再看反转啊 反转没那么容易 反弹 反弹要容易一点 所以说不能 也不能掉以轻心 呃 那么总总体中长线的趋势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我们在这个大的 这个年K线 上周也讲过的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 目前比较好的这个状态啊 就是年K线 就是A股的生命线 撑住了再往上啊 这个年K线是 也那个 很不错的一个状态 这非常 非常完美 非常perfect 我们可以再 再放大点看下 GK线上去看一看 GK线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也还 也还可以了 这个G线是收氧的 这个有点收 收音 目前是 呃 到12月31号 这个GK线 那个完成啊 还有一段时间 这个到底 到了个月底时候 什么状态不好说啊 有可能就是说这个 实体会变小 目前因为 大家看一下 因为因为为什么 这个地方套牢太多了 在2021年到2024年 这三年间 很多套牢盘 所以这个 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压力 释放出来 才可能继续往上涨 就是一旦突破了这个三万 不是三千七百点啊 这个区域 突破之后就后面就 可能只下 就上四千 四千三 甚至四千六的可能啊 上面的空间就是 很有想象空间 当然我们做交易啊 同样的牛市的话啊 也要注意点位啊 严太郎给的一些点位在这啊 上面呢 刚才给到三千七了 后面四千 四千三 还有四千六啊 当然走到哪一步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要去猜测市场 就一步步的做啊 一步的看 总之一定不要追高就可以了 特别是暴涨了 短期暴涨了很多 一定会回调啊 这是天道啊 这严太郎说了很多次 均值回归啊 大家看到这个现在这个 当时眼前呢 你在这个地方就说了 要均值回归啊 大家看现在回归到了 都回归到六十日均线的啊 这个是就是A股的一个行情 A股的行情总体来说是 状态还是不错的啊 我们把这个 看有没有均线啊 我们看一下 随便给一条均线啊 这个均线其实用哪一条 其实也不太不太要紧的 这是大概来看一看 就是均线还是能够反映出一个 呃 趋势的 起码 比如说你在 不论在哪个周期 你有时候在均线之上 是不太适合去 呃 怎么说呢 不太适合去做空的啊 而且均线之上的话 也是相当于代表一种趋势的 向上的形式 我们看到这个 随便换条均线啊 这均线的话 已经已经站到均线之上了 所以这个趋势也是向上的啊 这是GK线级别的均线啊 GK级别的均线 能够站到上面的 说明这个趋势比较强的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以前的一些市场 呃 这个地方站上了 这个 GK线的均线 都不错 这也不错 就是只要是阳K线啊 阳GK线站上去 呃 站到GG 均线之上的 都会有一波行情啊 这个地方呃 上来之后 有有一个回调 然后继续往上走了 回调了 大概一年啊 但是还还是没有破这个均线啊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 这一根 这一根GK线的 意义 意义 非同反响啊 虽然 这一根K线 是到9月30号 9月30号那一天 就是完成的 但也就是完成 完成这一条 阳的 大的阳的GK线 也就仅仅用了大概一个星期 大家记得吧 应该是9月24号左右 开始涨 涨到月底 涨了一个星期 涨上了 把这个 GK线的阳线 完成了一个大阳线 那么但是呢 这个意义非同寻常啊 因为要 要推动GK线上涨的话 是需要非常多的资金 没法造假 你日K线上 比如说日K线 哪个三天的反弹 那没什么啊 但是你如果GK线上 反映出来 一个大的 大的一个阳线 就是意义非同反响 这是告诉大家 怎么样在大局上 去看看这个市场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希望能够给大家参考 不管怎么样啊 大家还是要控制好风险 不要就是看到涨了 就冲进去 像A股的话 10月7号那天 冲进去的人就很惨了 现在还在套着啊 如果大家记得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简单转发 谢谢